首先因为唐三三还是一如既往的跟一二一样 兼具了喜剧跟推连的元素 然后这次还是有很强的何嘉欢属性 然后没有过多的凶杀暴力情色的场面 是可以牵着马马老少贤迪 可以对童走无期的一步良心之作 然后对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是这次 其实唐三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达的东西 是一个关于反战的思维的东西 是一个讲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其实是希望大家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虽然我们国家那个挺国泰民安的 但是其实在全球来看很多地方的地域摩擦在逐渐的加剧 我觉得像战争这种阴影一直在围绕在我们的上空久久不散 我觉得要适合谨重长命吧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 它相比一二来讲可能更多普世价值 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因为一讲的是人缘罪 二讲的是三性 这些东西都在心而上 很多观众是没有办法盖得到的 然后这次可能会更阶级细致性 所以希望在座的观众们携全家和少女共同走进电影院 谢谢 我呢 在这个酒吧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 说这个电影就是说 我觉得在拍电影的时候 你都是会有一个发心吧 这个发心就是我希望 大家看了我的这个电影以后 可以回家 就是跟妈妈又完成一个 就是拥抱 我的电影就是讲一个 怎么样跟妈妈完成拥抱的 就好像人长大了 你说你去跟妈妈拥抱一下 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难得不得了 那然后呢 有一个调查数据 就是说在春节 过春节之前 结婚率就变得越来越高 但是春节过后以后呢 这个心理医生的这个咨询率 就变得越来越高 就躲在家里面跑不掉 最后都是都吵起来了 那我就希望中国人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 能不能有中国式的成长 有中国式的这个 这个和谐 那所以呢 我很期待大家看完了 这个春节以后回去 可以跟妈妈抱抱 然后可以跟妈妈一起 再来看这个电影 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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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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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好敌人 这两天我一次就给 老家的电话就是 爸爸妈妈爷爷爷奶都说春节要看 那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是真的是老孝小 那么真的是可以一家大孝去看 我觉得因为整个中国旅白的故事是 涵盖了它整个从八零年代 宇宙观到千禧之后 到一三到一六年 直到宇宙奥运会 所以基本上很夸 三十五年 所以信息量特别大 然后就每一个年代 都能在电影里面找回 它当一看预备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 所以也是我们希望做得到 也希望到最后能够 因为现在我今天就来两个小时 这里回去 因为我还没说这个片子 左边最后面还没听见 因为我们初警是三个多四个小时 然后我一直觉得那两个大小时 应该能拿下来 那最后几个两个半小时 所有发想 包括一般监制都说 孙姐你不可能两个半小时 因为你的对手 都不会多过两个小时 十分钟 所以我就逼你 对 你今天想问问 大家多长呢 多长呢 我现在是一百三十九 一百三十九 对 我陪你没关系 好 那我 那我一百三十八 那我一百三十八 我进来 所以我得明天一大早 回去继续见 因为确实 大家要明白 这个春节党 电影间就更多 那厂次就更多 那其实大家就 当然你说 不进一身份也不可能 摆在那儿就 但是大爷你不要为了那个厂 或者就是写入 太好的内容 好的内容 后面还会的 当然 可能 没有 但是其实 因为因为其实每个男人 在自己解决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很 其实很挣扎的 去年最长 哦 今年最长的是流浪地球 然后 他也 有的时候 他也 他也 也没有很长 也没有很长 因为确实是 所以我说 刚才就是说 不竞争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希望在这儿 就跟 起码这三部戏 我们竞争会竞争 但是 别给 留置方 或发行方 去弄一些 恶意的事情